現在西湖路邊的東西 看到一間Link & Co 裏面有最新的 Z10 進去看看 看車之前搞清楚 這部車是什麼 首先看清楚這部是Link & Co 是領克來的 是領克的純電轎車 這部車車身長度超過5米 軸距也超過3米 所以它是一部很大部的五門房車 而且這部車 它還是一個無框 無框車門的房車 所以這部車是很漂亮 很大部的 而且這部車我比較喜歡的是什麼呢 你看到頭蓋這個位置 其實它是沒有多餘的線條 就是一條縱線 一路向後做延伸 你看這個燈還離譜 一行燈來的 可以變色的 正常是做一把位置而已 現在多了這一條 直接拉到這個位置 它是整個葉子板那麼長 所以你現場看來會覺得很誇張 它是一大條LED的燈帶 而且有細節的 Link & Co 所以很誇張 這個位置 側身其實除了肩膀的腰線和窗線 你會發覺這個側位是沒有多餘線條 很乾淨的 窗線都做了隱藏 所以這個側位是很漂亮的 很乾淨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 這部車因為它有空源加CDC 現在是運動狀態 你看到這裡有多誇張 這部車是複子的感覺 大佬 行車都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現在真的很帥 然後ET稍微縮了進去一點 如果再出一點 整部車很飽滿 很漂亮 所以如果給我買車 這個Link一定要換 將它退出一點 很棒的 然後卡鉗你看到 4匹的 應該是亞基波羅 慣用的手法 輪胎是用1米 PSEV 所以其實這部車 5米車長加上這個軸距 這個側身 很漂亮 空源降下來 絕對最漂亮 不用花錢去改避震 這部車還有一個點子好買的 就是這些樹線 一般人會覺得 是裝飾東西 可能跟這個尾燈做點綴 但前面的雨檔都有 其實實際上我會看成一個 空氣流動的曲線 由前面帶到後面之後 再由這個升起的微型 下邊倒出來 是不是很有那種Supercar的感覺 所以其實空氣動力學 我覺得是很流體 很漂亮的 所以那些線條很簡單 但看起來每個細節位 都很有比例 所以這部是一部設計得很棒的領客 這後面還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因為我剛才來到這裏 我正在找到後門的按鈕 沒有來找尾翼 在這裏找 找半日沒有 只有攝影機 下面沒有來那麼低 它都有攝影機 找來找都找不到 你們猜到哪裏 給一秒來 3211 找不到 實際上是在這裏 這部車5米長 裏面一定是很大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空間問題 還有一件事一定要跟你們說 這陣子沒有 因為這一個按鈕 你一定不能脫走它 所以你一定要判斷清楚 這個車尾配這些字 可不可以看 OK了 那我們進來看看箱子 首先這個枱子很棒 有我喜歡的雙拼式 然後這裡有一個玫瑰金的卡環 看一看就很好看 很好看 然後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做了很多玫瑰金的飾件 看一看就很好看 但是手感還是一般 但是這些位置的手感 挺好的 然後分為燈這些位置 其實你看這一套 其實跟外面的燈 是一樣的 那種格調 然後出風口 是一個電控的出風口 然後這個儀錶 你看很細 很長一條 看起來好像Lotus那種感覺 是的 就是那種感覺 那你覺得太細不夠看 前面還有AQD 所以其實 視野或者訊息讀取 我覺得不是大問題 然後 懷擋的設計 那系統這台東西 新的吉利車 都一定會支持FiveLink 所以這個系統的連接性 我覺得沒有問題 最好就買回味俗的手機 我剛剛也確認了一次 這部車 它的駕駛狀態 是避震最低的 所以它是一個行車狀態 所以外面完全不用改避震 駕駛到最低 這部車的駕駛 就很Smart 換個ET小一點的RAM 這部車的駕駛 就很飽滿 所以記得 是行車的 不是只讀看的 然後其他用起來的位置 你看到 其實一點都不會覺得卡 開導航 然後再放大 縮小 其實都比較好用 所以現在新的芯片 我覺得不存在卡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360的影像 告訴你 足夠清 所以其實剩下功能性上面的東西 視覺效果上面的東西 都不用覺得不碰水了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裡 好 氧氣 對地球上的絕大多數生物而言 曾經是獨棄 生物的進化不是前景 而是對環境的 很棒 它的音響很棒 因為它是用的 Harmond Cardam的音響 所以 音響這件東西 領客也是下心去做的 再看看這邊 這些細節 就是遮陽板 然後這個位置 是Link & Co的一個按鈕 開了之後 超長一條 超長一條 我覺得這裡有半米闊 裡面藏著一個香氛 所以其實 你這樣開了之後 你覺得很有範圍 裡面是著燈的一套香氛 要換的時候 其實都很方便 人家著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好漂亮啊 所以其實是有一些 很漂亮的那種色件的感覺 包括看到它 剛才說的玫瑰金 那顆按鈕 Harmond Cardam 音響罩 然後這些細節位置 真的好漂亮的 所以這部車 我覺得是 比較駕駛的一部車 然後我覺得應該 旅程設計師做出來 所以你看到這些 細節一點的 分圍的位置 這些玫瑰金的色調 很漂亮的 那我們去看看後排是怎樣的 後排 後排 後排可以看到 這個天窗真的超大 去到頭枕後面的位置 雖其實天窗真的很大 但是它也曬不曬 我告訴你 在上面看不到更多的空間 然後這個位置 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這中間的手袖 是完整一個位置的大小 可以坐到一個人 你下了下來之後 你覺得很闊 然後這個手套下面 還有一個存物格 但這個存物格很廢 手掌都放不下去 超薄的一個存物格 基本上呢 不過這個磁吸的 我也是很喜歡的 這座椅後面是有通風加熱按摩 全部齊的 是全部齊的 所以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黑黑黑黑的 但是坐在這裡的人 用這個很舒服 但是這座椅的扣子 是不能跳的 所以這座椅是完全 我覺得是完全依靠 它坐在身夠軟熟的 然後角度剛剛好 只是令我覺得舒服 如果不是真的扣分 因為它真的不能跳 然後這個位置 我坐到之後 其實基本上就是 只剩下一個手指的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會有些壓抑 如果它不做全景天幕的話 坐在這裡很寬 但是現在我坐 其實腿部的空間是很闊落的 那這個椅下面 其實是涉不下的 那這個地圖 我覺得是少少高的 然後左右的視野 是比較靈的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快接口 然後這個位置 其實頭身很棒 日頭看 這些會不會是金西藉 好漂亮 所以其實這輛車我比較喜歡 除了浪的隔掉 以及摸開身 所有位置都是軟熟的之外 其實把椅子坐在身上很舒服 雖然它用什麼靈重力 但是它真的做不到靈重力 不過要坐在身上舒服的話 這輛椅子是完全做得到的 好了 最後交代一下這輛車參數的一台 首先四百磅百磅 兩隻它都有的 然後一門的版本 電機是二百千瓦 在中高背那個 達到三百十千瓦 最近的那部三百五 是前頭上電機的 前面兩百七 後面三百一 那就做了三百五 然後它又說了 我們八百磅的架構下面 會有15分鐘充到 五百七 三公里的續航 現在說了它們最長續的版本 可能就是八百公里 但是最快最長續航 充電最近的東西 是不是同一部車 雖然大家都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就是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 空原架CDC 它不知道是不是標配 如果標配 就是最棒的 因為 確實下來之後 你又沒有什麼要改 這部車已經很帥 所以這件事我希望都會有 或者選擇都可以 其實就是 而現在最困擾的是什麼 這部車不是 你們都知道 前面有極客做了熟電 這部是領客的第一部熟電車 究竟它的定界點 怎樣 這台你才是最接近的 5M車 木框車門 八百磅 四百磅都有 這樣的指標 你又覺得 這部車應該定幾錢的水位 才是最適合你的位置 就讓我告訴我